那个我们继续 然后我们讲咱们最后一个朝代就是清代 看一下清代的工艺美术 首先我们还是说一下整体时代的一个特征 我们说那个从 虽然我们说清朝是一个满族人建立的这样一个王朝 但是从整体的艺术风貌上来讲 主要还是延续了中国的传统 首先这是因为统治集团 它本身是吸收了汉文化的 这是它的一方面 另外其实满族人 他们生活在东北基区的时候 他们过的也是农耕的生活 那么与汉族的这种生活形态也是比较接近的 促使了他们入住中原以后 那么在整体的文化上 还是延续了中国的传统风貌 那么就整个清代时代来讲 工艺美术制作的这种时代的高峰 是在康乾年间就是康熙雍正乾隆三朝 那么康熙雍正乾隆这三个皇帝在位的期间 一个是国力比较的鼎盛 那么这种国力的鼎盛来带来了这种雄厚的经济力的支撑 那么也使得整个时代的工艺美术的制作的比较的繁荣 那么这种高峰除了这种制作上 还有一个就是它的艺术风格 也是显得比较的 艺术的成就也是显得比较的高 那么从乾隆晚期开始 中国的工艺美术就走上了一条歧路 那么这条歧路最大的特色就是那种 从技术与艺术并重 逐渐的转向了过度的迷恋技巧 那么这种转向对于中国后代的工艺美术带来的一种影响 我们说是它的坏的方面要比好的方面要更多一些 这个是到了乾隆晚期中国工艺美术的一个转向 那么这个时代由于从欧洲世界 尤其是从西方世界的那种联系在不断的加强 那么这个时候的清代的工艺美术品里头 也逐渐的可以看到来自于欧洲地区的影响 那么一类就是从欧洲传过来的奢侈品 比如说那个时候的钟表这样的奢侈品 另外一些新的技术传入到了中国 那么带来了一方面是产品的这样的仿制 另一方面是艺术风格的追随 那么这个是时代整体的一个大概的面貌 那么从生产格局上讲 这个时候的官府作坊从数量上来讲比前代已经减少了 以前我们说只要那个地方它有生产的材料 有比较充裕的材料 有比较好的那种工艺传承 都会在这里设官府的作坊 那么到了清代这种格局改变了 官府作坊的数量在减少 除了北京以外 仅仅是在南京 也就是江宁地区 然后苏州杭州正江等少数几个地方设置了官府作坊 而且主要也是以仿制为主 以私制为主 那么虽然数量在减少 但是清代的官府作坊的规模在不断的扩大 比如说前农初期的时候 在江宁 在苏州两个制造局 它的那个整个的规模呢 比明代后期要增加了大概三分之二 那么另外呢 官府作坊的工匠制度也在不断的改变 那么这个时候到了清代的时候 工匠呢主要是应征 那么自愿的到官府作坊里边去参加造作 那么这是整体官府作坊的一个整体的状况 那么这个时候呢 民间制作呢 要非常的繁盛 从规模上讲呢 是远远超过了官府作坊的 那么民间地区呢 也有三个地区 是特别引起人们注意的 首先最发达的依然是那个江南地区 因为江南地区的物产比较的丰富 经济比较的富庶 那么这个时候呢 不怪是官府还是民间造作都非常的 就是鼎盛 尤其是我们说工艺美术中间 也比较一些 特殊的门类 一些文人化的制作 那么这样的制作呢 往往就是集中在 本身文化底蕴也比较丰富的江南地区 那么这是江南 是最发达的一个民间制作的集中地 那么还有一个特殊的地区呢 就是广州 广州之所以特殊 是因为它是作为一个外貌通商的口岸 那么这个地区呢 由于外貌的需要 一方面是它制作的数量上是比较的多 制作比较的昌盛 那么在艺术风格上呢 广州地区的产品 是往往带有洋风的一些产品 那么到了鸦片战争以后 新崛起的呢 是那个天津和上海地区 那么这里呢 是作为通商口岸 那么也是可以见到一些 西方风格的影响 那么这个是整体的